大自然千变万化,有许许多多令人惊叹的奥秘 然而有些地方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今天的三四三号放映室 我们来看一看地球上十分危险的五个地方 纳特龙湖 2013年,著名艺术家伯兰特发行了名为石化的摄影作品集 通过一张张恐怖的石化动物照片 向世人展示了恐怖而神秘的纳特龙湖 纳特龙湖是坦商尼亚北部的碱水湖 水深不到三米,湖水温度可高达60度 该湖没有出水口,大部分水来自泉水和间歇性吸流 由于进入湖中的水是通过附近的多夷泥山、伦家山的火山物质进出 所以湖中的水是呈高度碱性的 看似平静的湖面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水中的蓝藻含量非常高 这是一种藻类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 进而破坏大多数食用该化学物质的生物的神经系统、细胞和肝脏 结果从纳特龙湖喝水的许多鸟类和动物都死了 在水中死亡的动物、鸟类和蝙蝠会被钙化 变成恐怖的动物干尸 因此纳特龙湖被称为坦商尼亚美丽而致命的红色湖泊 死亡之谷 鸡赫皮尼奇是一座平流火山 位于勘察加半岛的东部 它的脚下有一个一平方公里的区域 被称为死亡之谷 火山气体在那里聚集并杀死进入山谷的鸟类和哺乳动物 1970和1980年代的研究表明 火山产生的硫化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混合物 聚集在一个山谷地区 毒气聚集在这里很难被风吹散 并形成了捕食者陷阱 每年春季、积雪融化时会形成气体 首先会杀死在河边喝水的鸟、野兔等动物 然后是被腐肉吸引的狐狸和其他食肉动物 造成无数的受害者 墨西哥耐卡水晶洞是全世界最大的地下水晶洞穴 洞内主要是亚硝酸岩晶体 不久前科学家研究发现 这些水晶中封存着一些微生物生命体 保守预计距今一万年 水晶内的有机微生物大约40多种 洞内结晶尺寸非常大 按照洞内结晶的平均生长速度 最大的晶体要花费100万年才能达到目前的大小 从照片上看水晶非常的梦幻和漂亮 但对人类来说却十分危险 洞内的温度高达50度 相对湿度有90度 由于高温和潮湿 人类只能在里面待不到10分钟 在穿上特殊的防护服后 只能待30分钟 打开卫星地图 搜索一针火山 稍等片刻你会看到一个青绿色的湖 很漂亮 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湖之一 2008年7月14日 探险家乔治乘坐小型橡皮艇 驶向栓性湖 以测量其酸度 由于高龙度的硫酸 琥珀边缘的ph值经测量为0.5 而在琥珀中部的ph值为0.13 一针火山的喷气口 释放大量的硫磺 其实火山口的温度 不注意使硫磺自燃 由于火山口的硫磺难以采集 所以矿工必须把火把扔进去 使固态硫磺变成液态硫磺后流出 在等其凝固后收集运走 燃烧过程会发出诡异的燃火 形成固体硫磺后 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采矿工人从火山口地板上 提起装有硫磺的篮子 背着大约70公斤的硫磺上山 然后还要步行约3公里到加工厂才能获得收入 硫磺散发出的腐蚀性气体 除了刺痛眼睛外 还会腐蚀牙齿 危害肺部健康 据称硫磺工人平均寿命不足40到50岁 尼奥斯湖 1986年8月21日凌晨 卡麦隆西北部的尼奥斯湖 发生了一场湖底喷发 造成了附近1746人和3500只牲畜死亡 尼奥斯湖是位于卡麦隆西北部的火山湖 1986年8月21日以前 这里土壤肥沃 水草丰美 吸引了一批居民 然而尼奥斯湖突然喷发 充斥着高能度甲烷和二氧化碳的高密度云气 迅速笼罩四周 高度达120米以上 并形成了约50米后的致命毒气城 笼罩半径超过23公里 造成附近的居民窒息死亡 由于是凌晨 且事发前毫无征兆 给这场悲剧添加了许多神秘和恐怖的色彩 事件发生后 经过研究发现 由于湖泊下方既为火火山 所以岩浆洪洞所释放的气体 会在缓慢流动的湖底 形成高浓度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水层 在累积到临界值后 突然爆发 造成灾难 如今 卡麦隆政府在尼奥斯湖上 安装了一个排气系统 目的是降低湖底的二氧化碳浓度 从而降低其进一步喷发的风险 并在湖泊周围安装二氧化碳监测器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由于此次事件 死伤太过惨重 2008年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为 尼奥斯湖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湖泊 现在看来 这些地方给人们以恐怖而神秘的感觉 很多时候 直到悲剧发生后 我们才能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原因 一些危险的前期是毫无征兆的 你还知道哪些十分危险的地方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